最后我们整个Shop 所以也要提醒同学 在做这样交易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风险 你怎么去控管 票期后本来就是 一口就是两张 两张 两张他的保证金 一定会比较少 我们就拿台积电来看 他一张股票大概要60万 那如果说 两张要120万 但是实际上他的保证金 除下来 才两三万而已 就是我们差不多5倍 差不多5% 也要差不多十几万 但是如果说 我们又把它分割 像我们超过300块的 我们就会再把它 做一个小型的企业 那小型企业的话是100股 那100股的话 那就更小了 因为60几万就差不多 所以我也可以做 我也可以去投资台积电 不是像妈妈一讲说 60万拿去 不是我没有拿到 6万多的话 差不多保证金 差不多8000多块 OK 非常好 所以你看60万 十几万 是 然后再8000多块 那这个就变成 让不同的投资人 来做选择 因为大家都只有 注意到累积报酬 就是我一直赚赚赚赚赚 可是你要考虑到 风险的部分 所以我们到时候再来算它的整个报酬之后 我们还会再去看它在这个里面的标准差 风险的配置 然后去除一出来 避免说那种 比如说狗屎运 购� Saints 捏 nursing 但是事实上过程是 滴滴 很不理性 OK好 非常好的 不安上断那个 所以这样出来的话 就说像我们现在到这一个月 因為上個月基本上盤勢都蠻好的 所以大家都正報酬 現在已經我大概看到了 大概有115對 因為我們是200對 有115對已經都是正報酬 可是他還沒有去算 最後我們整個SHOP 所以也要提醒同學就是說 在做這樣交易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風險 你怎麼去控管 那這樣除出來以後 我們會用這個SHOP理論 去算出到時候的排氣 那才能排第一第一第三 所以並不是說我賺很多就一定贏 其實跟期貨 期貨或者選擇權相關的課程 都有開設 我們在學校裡面都有開設 所以同學 而且就我們陽明交大的例子 還蠻多外系的學生 都會來修我們的期貨與選擇權的課程 透過修期貨與選擇權的課程 他大概就瞭解 期貨跟選擇權交易 他們的商品合約的一些特性 還有一些限制 然後他應該怎麼樣操作 或者說以往有一些實際的操作案例 不管是成功或是失敗 尤其是失敗的 像剛剛副總有講到保證金 保證金其實會有追角的 那國外也有案例是 他大方向是看對的 大方向看對的 但是他在中間期貨的價格 往大方向就是看對的方向 那個前進的時候 中間會震盪 然後他沒有注意到 他的保證金追角的問題 中間在震盪的過程 就被停倉出去了 那他就變成損失出場 其實他大方向是看對的 所以這個資金的管理 就是像保證金 他是有可能會追角 所以資金的控管 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在操作期貨上面 我們預測多方 結果發現盤勢是往空方走 那我們可能就會 在進入的點 或會再往下一點 就會射停損點 主要是應該可以體會到 真的操作比大量資金的時候 可能在進場 或是出場的時候 都會面臨到一些困難 就跟我們自己一般 用自己手上的錢去玩 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部位一旦大起來 你的進出場 就可能會受到 當下成交量的影響 的音樂 反應 敗 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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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